真是案例,列文蛇,俯后台,学会一招坚持十五天,蛇像变化巨大,前两张有美颜,第三张无美颜圆图,欢者虽然开了美颜,但是挡不住厚厚的俯后台和深深的列文,列文俯后台都出现在中交,说明中交不通,伴有长期未言,而且中交受阻,导致心肾不能交通,所以上热下寒蛇尖红, 说跟白接下来看如何通过三步,让它在圆镜头下蛇像变化巨大,第一步,老样子先清蛇胎,俯后台是斜气上呈蛇面形成的,这其中包括湿血,弹血,湿肌,气质等斜气,所以调理第一步就是先清理掉厚厚的蛇胎,为下面调理做铺垫,可以先用一周跃居丸,它具有疏干行气以及造湿,消食,活血,清热的作用, 主要用于肝胃气质,导致的慢性胃炎兼有失质,时机,晚复胀闷等症,第二步,疏干和胃,修复胃黏膜,消除中交裂纹,胃炎形成根根源,还是在于干预克皮,所以第二步可以用一段时间相杀六军丸,根据程度,决定使用时间,来疏干礼器和胃健脾,第三步,交通心肾, 中交皮胃恢复得差不多了,血气也清除了,不再于堵了,那么第三步就要交通心肾了,后续可以再用一段时间交太晚,三步进行完之后,摄像变化非常明显。